齐聚600人爱心的资本温泉供应路跑 在12月23号上午的绵绵细雨当中登场 由北南乡乡长许文献代表将大会办诉报名费 再结合他自己的爱心加码共20万元 捐赠给台东县师志者关怀协会 由洪秀营组长代表受赠 慢慢走慢慢跑没有关系 把它完成 那也顺便欣赏整个温泉的风景 告诉你的好朋友 常常来温泉 这是一个好地方 非常非常感谢 大家每一年每一年的热情参与跟支持 那我想资本温泉区大家都不陌生 这边有好的温泉 有美食 有好的旅游业者跟餐厅 甚至有好山好水 那我们呢 每年在这个时候呢 更要注入健康的一个概念 所以邀请大家来参加资本温泉公益路跑 我们今年呢 除了路跑的补给站之外 还有四个闯关 请大家一定要尽情的玩耍 我们希望这个活动可以越办越盛大 那我们也预告 我们明年呢 会有半马的行程来让大家来挑战 参与者在东大老师汤慧珍的专业指导下进行热身 虽然在雨中 但是大家都跳得认真 为期待已久的路跑活动做好准备 鸣笛升起 跑者们面对眼前不愿提歇的雨水 没有畏惧 从资本综艺堂往森林游乐园的方向奔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觉得精神非常好 这种天气跑起来非常舒服 而且沿路的补给站都很热情 有好多好吃的 大家可以来分享 加油 加油 谢谢 加油 好好喝吗 沿途除了有补给站外 还精心设计了闯关活动 跑完全程8.5公里 迎娶完赛正名就可以参加抽奖 台东市幸运的罗文奇先生和来自金门的戴小姐抽中北东来回机票 现场还有提供烤肉 让跑者们回到终点后可以立刻补充体力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